全身貫注盯著眼前的球 拋出手中的另一顆球漂亮的擊中目標球 也惹來滿場的歡呼 這是新竹市新引進的運動項目高智爾球 強調的是任何人都能打老少嫌疑 規則也非常的簡單有趣 我們這個高智爾球是每一個人一顆球 就是要有類似我們一個攻防站這樣子 所以這種球類是跟其他球類比較特殊一點 不一樣的地方 高智爾球非常注重禮儀 雙方分為紅白兩隊 比賽前先進行握手禮 之後按照順序輪流發球 球員想要打哪顆球也需要先告知裁判 簡單易懂的打球樂趣 就是高智爾球的迷人之處 白一公紅球 想辦法用手中的球打中對方 被打中第一次就得插上小黃旗 第二次是紅旗 一個球被打中第三次 該球就會出局 但打球不是只有這麼簡單而已 一開始的排球方式設局反制策略 戰術的運用 讓高智爾球變得更加詭訣有趣 這種遊戲是屬於老少嫌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玩這種遊戲 他有一種公黃 就是也是要利用一些智慧 大家互相商討 而且 不只是要練球技而已 還要團體一個合作 討論 才有一個攻黃戰 才能打出這種好球 這個球是平常 因為休閒 平常有運動 發現說剛好因應季會 有這個機會 看到有人在打 就進來打 打了之後 發現說以球會有 我覺得很不錯 又打到運動 又用到頭腦 那身體又越打越健康 所以就覺得說很好 很好的娛樂 引進這項運動的新竹市 育英里里長郭明澤表示 最近球友們都在新竹市 公六公園的草地上打球 希望慢慢的有民眾加入 一同享受高智爾球的樂趣 未來希望成立相關推廣協會 讓這項新興的運動項目 能在新竹市扎根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